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个是伦理 第二个是道德 这两个是根本 故事后同盟养真 大概从两岁开始到五岁 五岁小孩就很像大人的拍头 很像养 我们称的叫小大人 知道孝顺父母 知道家庭和活物相处 学着学规许 神一学根治根 一定要从这下手 不从这里下手 没根 不从这里下手 真诚的心 怎么下来 三思心上讲得对 人之错性本身 维护 掌握到性本身 这就是圣性的根底 圣人 贤人 怎么培养出来 就这个根底 需要清白的体验 身体 得住于父母 对父母的尽孝 这是应该的 天经地 不能违背 注重 小讯 业家 自然 红 相亲相爱 智慧 道德 学问 来自于老师 对老师的攻击 跟对父母相同 我们的智慧 来自老师 老师教导 老师做榜样 我们学成 真正由菩萨 来当老师 来表发 做样子 给孩子们看 把下一代的培养器 救起来 发之中心 就是菩萨 就能得到感应 这个感应 第一个 长寿 说明延长 第二个福报 福报就来 你得到祖宗的保佑 三宝加持 当然 灾难遇到了 自然让你化解 化形未极 这是属于英国教育 所以 做圣仙说 做圣仙 修复 要做佛门的保佑 罗安 人可以真的地 我 要做佛门的保佑 你的心 在世纪 想要做佛门的保佑 也都要做佛门的保佑 我的心 想要做佛门的保佑 我 快要做佛门的保佑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